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,KPL第二周的最后一场比赛 由E-Star对战WE战队,如赛前预测一样,WE果然打不过E-Star战队 但这场比赛居然打满了5局,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 第一场比赛根本没有悬念,WE直接被E-Star碾压,展现出顶级强队的实力 但第二局和第三局WE却迎来爆发,依靠打野悬影的出色发挥 直接连扳两局,尤其是卡的劲,节奏非常好,还能打出高鲁的输出 简直可以成为悬影的高光时刻,这样E-W已居然率先拿到了赛点 此时E-Star必须要认真了,再输可就没了 第四局E-Star逃出弹弓体系速战速决,1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战斗 根本没有托尼带水,到了决胜局就比较刺激了 双方是军力敌,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这局悬影的篮给E-Star造成了很多威胁 正常打下去WE并不一定会输,但WE的辅助出现了一波失误 直接送了一个四杀给花海 最终E-Star赢下这场比赛,其实E-Star不会赢得这么艰难 他们主要在练习新的阵容,比如第二局的大桥居然带了成绩 明显是在尝试新的东西 只可惜失败了,另外他们总是在找WE打架 这跟E-Star运营的作风很不符 只能说任何对手都不能轻视吧 否则容易翻车,WE本赛季成绩确实很糟糕 五场比赛已经收了四场 他们换了上单之后就一蹶不振 这场比赛换回来之后,才有了上赛季的感觉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这场E-Star差点翻车的比赛呢? 明显成绩确实很糟糟糕 当然按 Letter